我们看了很多所谓叫做Long COVID 也就是后遗症我们这样来讲 国外的收集显示是有三成的人都会得 你看你们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 在美国他们统计出来事实上是两成 五分之一人会得 可是事实上还有分年纪 那65岁或70岁以上的 它跟比较年轻的 它的发展又不太一样 大约是两成到四成 那甚至还有些其他研究 甚至还有到六成都有 那也有研究是说 如果要打了疫苗之后 产生Long COVID的机会会少一点 尤其完整疫苗 那或者是它产生的严重度会少一些 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目前现阶段是这样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 就以我们同仁来说好了 我们也有同事得到新冠 那一个礼拜后回来上班 他说他回来上班 就有一种不明的疲倦感 像炒水这样的一个袭击过来 我说那有什么感觉 他就说就像你去听一个老教授 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然后你就坐在那边 你掐你的大腿都没有感觉 都没办法让你醒过来的感觉 他们就是有这种感觉 那就是 是让你会觉得是一种 很不愉快的这种感觉 那有些病人是感觉是 其实最多在台湾 我们现阶段看到 其实应该是分两种人 一个就是前面的Delta Alpha 那一种就是Omicron 那前面那两种人 因为他们也许就是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过 他们可能没有打疫苗 或者是疫苗不够 他们得到了 然后他们产生了一些病发症 包含就是肺部纤维化 所以他们会喘 那他们以这样的表现来看 那这些然后就体力下降非常多 那这一波的来 Omicron的来的话 它大部分的话 主要来自于就是疲倦 然后会觉得 有些病人会凶闷 那上呼吸到 有些人会觉得咳嗽 这些都会有 但是以疲倦是现在 我们看到最多的 郝老师你有什么补充 关于后遗症在台湾的情况 我想这分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现在我个人的感觉 当然我就从来没有讲过 不过发现有一篇文章 真的是证实 它是说后遗症这样子的 它有什么后遗症 是跟variant 是跟变异种有关 那它的最大的研究 就是最大的贡献 就是这是意大利的研究 他发现说脑雾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大概也注意到 是Alpha出现了之后 那个什么嗅觉 味觉 才增加了很多 那他发现这个 就是Alpha病毒 最容易给脑雾 看你那个同事是不是得到 他是不是得到Alpha 是的那段期间 因为那个他的症状 听起来就是脑雾 就是脑袋一边空白 就是没办法集中 这是一点 那第二点呢 也终于最近日本人做了一个不大的研究 小小的研究 但是他是很严谨的 就是病例对照这样子 他就是把Alpha的病人 跟Omicron的病人一起比较 然后开始的时候症状是一样的 然后接着看他们后来后遗症是如何 发现Delta病人 有五十几%的人会有后遗症 就是叫Long Covid 那Omicron只有一个人 就是5%这样 5点多% 所以Omicron最容易的就是上呼吸道 很严重的上呼吸道 所以就像我们有时候一个很严重的感冒的时候 我们的喉头也会咳蛮久的 然后这个就是Long Covid的一个蛮重要的现象 所以这个是真的有待观察 我一直在等 就是因为很多西方国家 他就他会说政府 美国CDC也这么说 英国的他那个Public Health 他的公共卫生的这种部门也说 我们看到很多Omicron的病人可是好像Long Covid 并没有相对增加 所以这是一个他们也没有 他就是说病人就发现没有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再观察 就是说很可能Omicron本身给的Long Covid 比例是少很多 所以Long Covid这个事情跟那个 是来自于哪一种的变异或病毒的感染 很重要 对对对 那个就是意大利这篇文章是还没有发表 但是是在他们的一个年会 他们这个临床 一两位的专业来看 未来更可怕 是 所谓那种Super病毒的情况 出现的几率是不是还是很高 因为全世界还有很多人口是注射不到疫苗的 或者拒绝接受疫苗的 我们是不是就是因为 当然现在国家没方要强制手段 每个人都去接受疫苗 也就因为太多人接受不完整 或没有接受疫苗 也造成这些变异病毒不断地在转换 Super病毒机会不是没有 但是我认为并不是很大 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未来的病毒不会 不一定是跟Omicron一样的弱毒 Omicron算是很弱毒的病毒 我们没有保证新的病毒 一定比现在的病毒更弱毒 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那会不会来一个Super呢 因为它要Super 然后一定要能够把Omicron干掉的意思 就是把它比掉的意思 那它要传播得很快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现阶段好像还看不到这样子的病毒 好 我不必做预言专家 但是未来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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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